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启人身穿黑色上衣 戴着一顶灰色棒球帽和一副黑色眼镜 显得十分低调 但是由于他并不是一个人出席派对 身边还携带着身材高挑 长相酷似母亲朱玲玲的模特女友 所以他们一出场就瞬间吸引走了所有的目光 而且 说来这两人已经相恋三四年了 还依旧恩爱 如胶似妻 也是令人极度意外 要知道当年获启人这位霍家三少 那可是出了名的混世大魔王 不仅酒驾被抓 惨遭名校退学 还在感情生活上极度混乱 甚至劈腿富二代女友闺蜜 闹出了惊天动地的人命案 而如今 他居然能够跟女友如此长久 真是难能可见哪 跟哥哥霍启刚以及霍启山相比 霍启人的出生既是幸运也是不幸的 1988年出生的他 贵为霍家大房长子霍振婷跟港姐朱玲玲的妖子 从小就及霍家所有人的宠爱于一身 但可惜的是 生不逢时啊 一出生就恰逢父母感情破裂的时期 在他一两岁的时候 父母就整天吵吵闹闹的 而且一气之下 母亲朱玲玲还带着他逃离霍家 独自生活 之后更不幸的是 在他17岁那年 父母就彻底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而在这种情况下 父亲霍振婷自然是对他深感愧疚 一直想方设法地弥补他 都知道霍家对子女的教育 那是出了名的严厉 对金钱方面的管控 也更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在霍启人身上 霍振婷却是极大限度地放宽了政策 不仅给他送豪车豪宅 还在他刚满16岁时就给了他千万身家 而朱玲玲则是时时刻刻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呵护着 就连他去英国读大学 朱玲玲也要一起跑去英国陪读 总之 对于这个小儿子 霍振婷跟朱玲玲 那真是无比的宽容和溺爱 于是 就这样宠着宠着 慢慢地霍启人就视宠而骄 长成一个混世大魔王了 从16岁开始 他就经常留恋于各种夜店 跟小模特们绯闻不断 之后 去英国留学后 他也更加放飞自我 回港期间 直接就搞出了一起人尽皆知的罪嫁案 2010年7月一个清晨 让了一个晚上的霍启人开着奔驰敞篷车回家 在港岛西半山一个转弯路口 就静止地撞到了路旁的铁栏上 所幸没有人受伤 只是撞毁了车头和人行道栅栏 但是 令人惊讶的是 事后接受酒精呼气测试 霍启人却被检测出 体内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于是这起事故就彻底演变成了罪嫁性质 后来霍启人也被警署带走调查 并送上了法庭审判 之后还是他在法庭上自称 留学期间因为经常挂科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才导致了心情不好 借酒消愁 酒后驾车出了事故 所以最后 他就只被判了16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 只不过这起事故一出 霍家的脸面算是被他丢尽了 而且因为被送上法庭 经常需要在中英两国来回奔波的缘故 他还被英国就读的名校给退学了 在之后 入学复旦大学 据说也是靠关系进去的 总之在那之后 霍启人就被霍家藏起来了一段时间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酒驾风波还没过去多久之际 霍启人却又闯出了更大的祸 并且 这还直接搞出了人命案 2012年 一个年轻女孩从医院的五楼纵身一跃 震惊了全港 而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霍启人的富二代女友 瑞贝卡 据说他们两个人是在英国留学期间认识的 瑞贝卡只比霍启人大了几个月 同样也是出身富贵人家 所以一聚在一起 他俩就情投意合 立刻坠入了爱河 而且恋爱期间 俩人还挺甜蜜的 在那个网络还没那么盛行的时代 瑞贝卡是经常在网上跟霍启人秀恩爱 撒狗粮 亲切地称她为baby 之后 即使霍启人被爆出跟台湾艺人杨千佩在一起私会的传闻 瑞贝卡还无条件地信任她 站出来替她澄清 甚至情到深处 瑞贝卡还把自己身边最要好的闺蜜 安东尼亚介绍给她认识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就是这一举动 他却给自己引来了无穷的后患 相恋几年后 瑞贝卡远赴美国完成学业 跟霍启人分居两地 之后两人就变成了异国恋 只能靠网络一线签 而在这期间 寂寞难耐的霍启人就经常跟安东尼亚混在一起 并且两人混着混着 还混到了一起上街遛狗 当街接吻的 后来这个劈腿瓜被放出来后 瑞贝卡是伤心一绝 一边是曾经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一边是自己最爱的男朋友 之后 在这种打击下 瑞贝卡就渐渐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并且最终难以排解苦闷 就在2012年选择了自杀 当时立刻被身边的人送进了医院 捡回一条命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 住院期间他还是求死心切 又跑到了医院五楼停车场纵身一跃 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再之后 瑞贝卡的消息就立刻传得沸沸扬扬的 而霍启人也因此背上了逼死女友的骂名 把霍家推到了风口浪尖 后来为了暂避风头 霍家就假借工作调动之名 把他送到了上海 只不过到了上海之后 霍启人却依旧没有收敛 还反而跟瑞贝卡的闺蜜安东尼亚光明正大地走在了一起 当然这样的女子终究是入不了霍家人的眼 没过多久 他俩就分手了 之后 郭启人就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2019年才被拍到与现任女友在街上甜蜜互动的画面 据说霍启人的现任女友是一位泰国模特 身材高挑 并且非常巧合的是 她的长相还酷似霍启人的母亲朱玲玲跟甘比的结合体 听说朱玲玲对于这个儿媳也很是满意 另外恋爱期间她跟霍启人也是如交似漆 不仅在大街上互坐大腿 甜蜜互动 还经常一起外出旅游 甚至2019年 俩人还被拍到了一起购买家具疑似同居 而如今距离被拍到疑似同居已经过去三年 霍启人居然还能带着她一起出席好友的生日派对 可以看出她是彻底被这位泰国女友给征服了 也许这就是遇到真命天女了吧 私生活混乱的霍启人 对一向低调处事的霍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污点 但不止感情真正让霍家对其失望 还是她在霍英东老爷子去世后所做的那些事 2006年10月28日 霍英东老爷子在北京去世 享年83岁 一生为国家体育事业做贡献的老爷子 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尊敬 所以她的去世举国哀悼 正见名流纷纷参加霍老爷子的葬礼 葬礼上 霍家长孙霍启刚 手捧爷爷的照片 俨然一副霍家接班人的模样 霍启山和霍启人也都跟在哥哥的身边 霍家几个小子好像一夜间长大了般 可是这边霍老爷子去世还未过一百天 另一边就有媒体爆料发现霍启人在酒吧开派对 饮酒作乐 自己玩也就算了 还带着其他霍家子弟一起玩 按照老一辈的习俗 家中老人去世 下面的小辈要守孝三年 但毕竟现在已经是新世界 大多数人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可是霍启人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实在是让人失望 以至于后来霍振廷出席活动 基本上都没带过这个三儿子 霍启刚比霍启人大九岁 先不说有没有带勾 至少玩不到一块去 如若霍启人早生几年 说不定也会把霍启刚给带坏了 你可别不信 毕竟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 好的学不会 坏的不用教 有这样一个弟弟 对霍启刚今后的事业影响也不太好 众所周知 霍启刚和郭晶晶结婚 一方面是两人真心相爱 另一方面也是为霍启刚从政铺路 霍家的霍老爷子去世之后 影响力就直线下滑 更别说还闹出了遗产风波 现在霍家急需要一个人出来主持大局 霍启刚就是被选中的那一个 他能够如此的优秀 和出生的顺序有着很大的关联 作为长孙 他是霍振婷和朱玲玲的第一个儿子 得到的关注自然很多 从小就是把他当成接班人的身份来培养 而霍启人恰恰相反 没有严格的家规 没有父母双方的管束 想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 这也恰恰造成了兄弟两人天上地下的差别 现在霍启刚从政治路一帆风顺 而霍启人终于学会了低调 最近几年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传出 不过换一种思维 这样当一个闲鱼也没什么不好的 家里有钱 格格再有一番作为 霍启人后半辈子也是吃喝不愁 虽然他年轻时的情史相当荒唐 但能够浪子回头彻底收心 也算是难得一见了 最后咱就祝他们幸福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谢谢观看